保龄茶室食物中毒 再添一死 一名40岁女性 3月中旬到保龄茶室 吃完果条 出现恶心 呕吐腹泻 病况一度回稳 抢救一个多月 却还是严重感染 病况恶化 29号凌晨多重器官衰竭 家属忍痛 放弃急救 保龄案至今累计4人死亡 2名重症 而调查进度是在越南籍厨师 首部分便验出毒素 邦克裂酸 如今再被踢爆 两位厨师都没有执照 涉案的越南厨师连卫生奖席都没参加 根据规定食品从业人员 持有技术证照的比例 观光旅馆要85% 公学校餐饮 延席要75% 一般餐饮业 厨房人员 要一半的人有厨师症 但卫生局却认定 保龄餐点制作是复热条理组合 不需要专业烹调技术 不受限在法规内 对于餐厅定义中央地方不同调 我们的公告解释来看 它就是属于一般餐饮 它就依规定要50% 所以两位厨师至少要一位有 没有的话就依实案法是七条 可以裁法三到三百万元 餐厅类别搞不清楚 最新的美食街机茶结果 卫生也堪忧 茶盒34家百货美食街 一共击茶524家 不合格有187家 其中新冠三月天母店 不合格率达到百分百 成品南西店 微风南山 不合格率也超过九成 搜狗原版新银A13 超过七成不合格 连高档米其林餐厅 卫生也有问题 天香楼近四年来 鸡茶11次 五次不合格 没有出湿症 绞肉机身手等等 均品移工 鸡茶12次 五次不合格 米香A-cut 也有多次卫生缺湿 为食安把关 业者得更加把劲 三人新闻 蔡宇之客 新闻台北山部到